宇宙积极人二代现在可以玩了 前作是那个买PS5附送的小游戏 很多同学都玩了 那这个二代怎么样呢 说几条大家关心的 首先价格 宇宙积极人一代是免费的 二代是要付费的 普通版468港币 豪华版568港币 光盘现在是400人民币 豪华版多了数字原生代和美术画集 还有一些服装涂装 还有PSN形象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收藏爱好 普通版就行 这游戏只能一个人玩 而且是个纯单机游戏 没有联网功能 不支持PSVR 二代游戏容量是38GB 一代是11GB 目前二代PSN上面的评分是4.99分 IGN给了9分 MC给了94分 这是110家媒体的综合评分 那这个二代什么人适合买呢 如果一代你特别喜欢这个二代 不会让你失望 如果你觉得二代价格贵 可以买盘一个月内通关之后 再把游戏卖掉 花不了多少钱 下面重点说说二代和一代的区别 我玩了一个多小时 过了那个他星星的BOSS 目前游戏进度显示的是5% 二代这个游戏 目前我看到的一共有5个大世界 每个世界里面还有几个小关 这游戏重点在于收集 目前我看到的一共有300个角色需要收集 我刚收集39分 这些收集的小人 有很多都是PS老游戏的角色 比如乾隆蝶影那个Snake 还有抓猴里边的猴 特别是这个抓猴 那个玩法那个声音 还有那个镜头旋转 和当年玩PS4感觉是一毛一样 我估计后面还有很多意外和惊喜 这个小机器人的二代相对于前作 它的内容更多更丰富 画面更好 文理细节更多 这个一代如果是电视剧网剧的感觉 那这个二代就是电影的感觉 我们之所以喜欢一代 一是因为一代是免费的 但主要还是游戏里面的创意和玩法 还有一个就是手感 宇宙机器人是PS5手柄振动的天花板游戏 这个二代继承了一代几乎所有的优点 手柄振动一样的好 创意更多 玩法更多 画面更好 亮大广宝 据说这个游戏开发了三年 核心开发人员有60个人 下面说说难度 这个二代我感觉难度不高 我是手传挡的标准 那个星星boss我一次就过了 这是一个平台跳跃游戏 也可以把它叫做动作游戏 或者冒险游戏都可以 我感觉它和麻布仔大冒险不一样 和双成型也不一样 宇宙机器人二代和一代那个免费版 是同一个类型的 如果你喜欢一代 那二代我估计你99%喜欢 价格除外 好 下面说说分辨率和帧率 我目测啊 是4K60帧 帧率很足很稳 优化的也很好 但是计算分辨率估计也就是2K 但是这种游戏并不是以画面建成 这个游戏我感觉和任天堂的游戏很像 它不注重画面让玩家玩的开心给玩家惊喜 让玩家不由自主的感受到游戏设计的很好 它是这种类型的游戏 就是注重游戏性的游戏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 那今年的PGA是黑猴还是小机器人呢 这两个游戏都很好 但不是一个类型的 如果让我选 一定是投给黑猴 因为黑猴的突破太多了 但是不外的评分就是一定了 好 以上就是本市值比 然后那个PGA3